高雄岐山的滋通电军营华山营区 中午发生了电极意外 一名外包商在营区内施工时 不慎触及高压电当场倒地昏迷送医 救护车货报到营区救人 一名56岁的外包商遭高压电电极 其中手部跟大腿有3到4度的烧烫伤 灼伤的面积将近10% 幸好送医后恢复意识生命迹象也稳定 军方表示这名包商人员到营区 进行例行性的电力保养 劳工局已经介入到营区了解意外的原因